看一套什麼黃金腦 黃金腦,為什麼這套只有我一個人看過 我看過少許 我看過第一集少許 先說一說吧 他那個人設類似上季還是前季 SKEDAN SKEDAN 前季 又是兩藍一類 一開始 兩藍一類 那都沒有說 不是針的設定 基本上就是 兩隻豪 他們說 在校園裏 有一群天才 是不是很熟 厲害 有一群天才 R15 那些天才是很擅長去解謎 謎分很多鐘 譬如小到 數學題 比如說素讀 或者是倉庫番 或者是很多這些 倉庫番 倉庫番有沒有玩過 沒有 沒有玩過 即是說 一個地圖 它就有四格的倉庫 然後你要移回那些貨櫃 去回特定的地點 類似一些智力遊戲 即是 懷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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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動畫上也有推出過 這麼厲害 對 基本上這些類似是 puzzle類的遊戲 就會在這套動畫上 展示出來 我看到第一集有一個拔繩 但是 第一集拔繩已經在後面 是啊 第一集說的遊戲就是迷宮 迷宮應該很多人都玩過 基本上 如果你玩迷宮 你解不到迷宮的時候 那時候 有人提出一個法則 就是 你碰著右邊的牆 不斷跑 蛤? 是啊 即是怎樣 即是向一個方向 不是 你貼著牆 你一定會找到出口 那一定是對的 你怎麼說 是啊 但是 但就說到 那個迷宮 就用這種方法做不到 哦 因為 迷宮有個中心 有個活動迷宮 即是 磨算王 譬如說 你按一支按鈕 它的迷宮 會變的 會變的 它才會有真正的那條路走出來 那這些 這麼像這三個迷雙的八尘頭 玩遊戲 RPG 對 沒錯 基本上就是類似那種 即是 每一集 玩不同的遊戲 但是 有一班 會是 出題 出這些題目的人 來的 給男主角 和 他那班 男主角的夥伴去挑戰 男主角的夥伴 是男還是女 有一個 就是男 有一個就是女 所以 他們的組合就是 兩男一女 越來越多夥伴 好像第三集的時候 又有多多男的伙伴 一個英俊 多怕 又是超級符 基本上他除了女之外 那三個都是自認天才 去解謎這些天才 或者天才那些都是天生蠢才來的 都是 然後劇情就發展到 第一集的時候 男主角就拿了一個 避環的東西 那這個避環的作用 他就是會加速 男主角的思考力 那麽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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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有戇 那麽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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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對著老大 那麽害怕 所以那麽害怕 是用來が 你知道我們是用來的 不説突的 那麽害怕 這麽害怕 那麽糟糕 就有幾隻 那麽害怕 它原本的作用 是用來的 觀禹千里行 老十� kalau 原本的設定就是 即是有一格磚是特別寫著關羽 要移開其他的磚 令到關羽的磚出口 這個遊戲改成一部車 這部車是橫和直的 當然那些車不能移動 類似玩懷用道中就要解謎 因為主角一開始就被人鎖在車上 如果他在限時解不到那個謎 上面就有車掉下來壓死他們 所以就要用他的智慧去解到那個謎 但通常就是主角群解到那個謎 之前他會出題的時候 沒理由這個這麼難的謎 沒理由被你解到 然後他就會出述 比如說你剩下最後一部橫 把車推出去就可以完成那個題目 他出述的方法就是 他那個車 去到出口前面就停了你的車 不讓你動 然後主角就沒辦法 他動不了車 就完成不了遊戲 他主角就立刻開一個黃金秘環 接著就靠移動其他車 撞他的車出去 才可以脫離那個危險 即是每一集都會有一個遊戲 即是你一定玩過 基本上那些遊戲 譬如說第三集講到就是一個的幻方 幻方 即是你如果玩 如果你小學有上數學課那些 他通常都有講過幻方的東西 但現在好像沒教的了 我不知道 我現在沒有回過小學上課了 他講幻方的 但如果是單數格的 三乘三 五乘五的幻方就很容易解答 因為他有方法 但他就出了一個四乘四的幻方 即是男主角又去運用這些方法 就是解決了那個幻方 即是計數而已 因為如果解決不了他的城市 又會死 即是整個城市就爆炸 即是他講到他有些危機 接著他又用一個你平時的謎題來包裝那個動畫 那第三集會不會經常用錄沉嗎 沒有沒有 這樣就不知道 要看完 對 正如第一 二 三集他就說有一把很厲害的出題家 出了一些沒有人解開的謎題 他就說 腦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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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用他的威能 開金手指 去解決那個謎題 整個動畫的流向 大約是這樣 對 一 二 三集 如果對於小時候玩的Puzzle Game 有些共鳴的話 可以繼續看 但是沒有玩過 真的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就是一集假裝一個童年遊戲 要去玩 他真的會銷售遊戲 要去玩 對 那就是童年回憶 基本上就是 Jump 那種設定 但是沒有玩過 就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我怕他沒有玩過 基本上 又是說最初都是玩這些東西 對 這樣就不知道 類似現在你玩的 基本上都是黑暗遊戲 會死的 車子扔下來 解不開 就整個城市爆炸 很誇張 然後日本偉面 宇宙銀行偉面 但是他鋪了一條主線 就是他背後有個出題的組織 但是那個就沒有很涉及到 基本上就是出一些雜粹 說出題給男主角 即是心裡面的差別 差別團 對 我不知道 所以你有興趣 如果你對有共鳴的時候 你就可以繼續看下去 對 那為新版介紹就 到這裏為止 對 彈珠人不說嗎 不說彈珠人就完了 好 算了 好 那我們 今天有新版的話就看 開心的就看 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就看 沒有看過的話 聽完我們節目簡介 有興趣的就再看看 都沒有所謂的 斷翻 隨便大家 然後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差不多了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